国有城西城四方 城有军西人一场 尘重能兮为东凉 君有后夕持正方 字节手段出落榜 女一角牛钟惶惶 染命一戒君子女 是请凭你百姓康 唯愿我能一日为期 从心从小无私负礼 为父子情与内 归父是独于心 世情与处无数理 但愿我能尽皆其余 一军一副 无有担心 深奈君的指数 名为天下根基 为四海平临 尽管家 残枝正是张之白 没了 昨日太后亲自去张府探望 张相言语已经费力 但再次向太后面臣 请求调燕树回京 今日一早 太后便交代 让钟书今日便已 调燕树回京之事 恶者 人之本也 疯者 恶之利也 恶欲俭 才莫显 多谢先生 陛下万不可再换臣为先生 陛下还是太子时 臣是太子摄人 只是陪太子读书 并不是先生 现而今 你教我的比谁都懂 你就是我的先生 今年春茶送至静中时 但愿不必在快马送去应天府 可宇燕先生 来 秦总 在此同意 爱 蓝 县 离 coming 雷 离 离 莫 不 财文之吕兄升任参之正事 恭喜吕相公 这官家最开心的 是看见童书回京了 官家到 先生 先生回来了 官家 长大了 先生离京之时 朕曾满兴迷惘 又有疑惑不平 总觉先生一去 朕一发没有依靠 官家已非是从前的官家了 怎会没有依靠 什么 为政已得 辟如北臣 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 我的姑娘 你从前小的时候 千万个不愿意跟夫人进宫赴宴 今日怎的转了性子 求着夫人带起来 帮你入宫 你要出嫁的衣裳 还没做多少 我那夫婿一心想成仙 根本不想娶我 谁会管什么出嫁的衣裳 晋升 姑娘 以后我得跟你娘讲 你也大了 再不可和男孩子 一道念书 一道练武 怎么连编排未来夫婿的话 也传了出来 你又叹什么气来 真的假的我也不在乎 如果我那夫婿 想修仙不理我 我得乐的空闲多 可以念书 你不认识 想那一心修仙的夫婿 又有什么用呀 兴许过了两年 她修成了仙 家里边来退了婚 姑娘 好好好 不说了 今天太后 赵伯母和娘亲入宫 和其他的夫人们一起学养残 仿思 娘肯带我入宫 我定会规规矩矩 从容有度 拿出草家千金的风范的 好了 走了 回来 还没完呢 仿佛也没什么用 就算让太后知道 我是大宋最好的名门前秦 他还不会招我入朝为官 辅佐皇帝的 好吧 咱们 以后至曾 这朝为咱们 那您不可爱 生命 诸位夫人是应太后的照 来宫里学养残重丧 我等是奉赵入宫 兴农士 唱访之 这是太后年年此时 要教导诸府的 要将太后辛农昌桑的义址 传至府宅 更致民间 诸位辛苦了 旧之如日 望之如云 富而不骄 贵而不疏 女儿 您念什么呢 上车 贵士终地 不得打扰 儿子 走了 娘 什么叫贵士啊 贵士啊 就是各地中了举的读书人 在这里再考一次 若是再重了 就能上金殿见天子 若是再考重了 就能做官了 我明白了 先生让我们背先帝的诗 南儿玉岁平生智 五经琴向窗前读 赵学士 这位举子对考题有疑问 有何疑问 去复题 出自周礼司空 东汉郑康城有注云 如今之司空掌于地图也 若周礼司空不只掌于地之图而已 若如正说 金司空掌于地之图也 汉司空也 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 你叫什么名字 学生欧阳修 何若我 仅三宫于汉仪 专掌图于余地 破题至今至当 论述层层展开 结论水到渠成 最后指出 前朝虽社官而未备 国朝有司空专掌图于余地 带出了国朝世子的豪气来 臣出的这道试题 是埋了一个破绽 在题目当中 题为司空出自周礼 著书却是东汉学士 那么到底要为哪朝的司空写负啊 全场之中 只这一人看懂了臣的题目 先生一直说 科举是为国朝 选治理天下的人才 这样的人才 若只供于慈府 是一定不够的 定要心系家国 安熟时事 论述精辟 朕如今还不能改 科举取势的标准 而先生这一道题 却考得如此周全哪 官家过誉了 欧阳修 尽得四年 如今不过二十三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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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旨集弦院王姚辰 韩琪请官家赐队 请 就在一连的喜气 必是高中了 来 随便看看 您看上这件衣服了 这件可是本店最贵的呀 局人如此豪爽 定是审视搞得极好 不如就穿这件袍子上京店 兴许啊 还会中个状元 咱们店里 也就出了状元袍了 到时候啊 这些钱 不但如数退还给您 再多送你几件衣服 这次宴书之共举 投官家所好 省市第一名叫欧阳修 又是很年轻哪 这欧阳修确实颇有些才名 他考了三次 他考了三次 头两次都落了榜 这一次倒是中了头名 想是集合燕学士的演员哪 这欧阳修善词 近几日东京酒楼里唱的曲儿 也都换成了这位省员的大作 宴学士集合词曲 省市第一名 他选了欧阳修 还选了一个以词出名的张仙 善词本是好事啊 但是听说这个欧阳修颇善词 而且还直白得很 到时候真的中了状元 直接进馆阁 如韩琪王瑶辰他们 与官家走的这般近 到时候再拿出些什么 见羞蓉脸脆 嫩脸云红 素妖鸟娜之类的艳词 窜夺官家去与女子私会 这就不大好了 平日里话挺多的 今日是怎么了 你说出什么事了 是省市之后 省员欧阳修的许多诗文慈父 在东京城被传开了 禁中的宫女们也有抄的 背的 她们几个也学着念欧阳修的词妇 今日被人都知教训了 国朝上文 高门女子都读书 禁中的女官和宫女 传抄些好诗好词 有何不可啊 说是太后说的 这欧阳修的词很 方浪轻薄 不正经 她是写过言词 但是 是 官家 我们抄的可不是不正经的 我们 官家 今日帽泽伺候官家用完衫吧 嗯 这件状元袍我是不是更合适啊 快看一看 这颜色 这尺寸多适合我 王老师 那我袍子吧 你怎么偷我袍子穿啊 欧阳修 你必定是要中壮严的 我将这壮严袍穿一穿 沾点喜气 兴许名字还能靠前一些吗 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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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以为 欧阳修的这篇电视文章 论事 敢于论述时事皆是时弊 行文据事丰富 用点极巧 用运异工 无人能出其诱啊 臣却以为 欧阳修此文流利有余而锤炼不足 文章是好文章啊 但却当不起状元文章 此文貌似不够精致 却是以古文之笔法 直输 王拱寿的这篇文章甚好 封王不显 却又忠正沉稳 朕很喜欢 臣以为 王拱寿出身寒苦 却能勤奋读书 小小年纪 师父策论都是上乘 是天下寒门学子的榜样 而刘航文辞犀利 论事执重核心 是治国之才 甚好 朕以为 王拱寿为第一 刘航为第二 欧阳修的词 是太后那边抄路的 是啊 怪我糊涂 见了欧阳修之才 欣喜若狂 然而她侠继 作艳慈 太后若是抓住此事 论及选官德行为重 说大了 莫说投名 怕是要将她触落呀 如今 避开壮远王眼 重敌十四名 再何时不过 这次这位壮远 年方十九 清朗俊兄 不知道时 会不会哪位大臣 抢去做女婿了 朕 本欲选欧阳修为状元 但从仁都知那里得知 太后不喜欢 朕便着意去打听了 得知此人 确实有些放浪 做人幕僚时 侠继不作遮掩 厌词流传甚远 虽也不是大姐 却总觉得不够端方 壮远 乃是天下学子的榜样 也不单只看文采的 如今这位壮远 年纪虽轻 然而家境贫寒 却不多志向 乃是天下读书人的榜样 少年状元 朝气蓬勃 蒸蒸日上 正如一日之始 臣同臣 朕便赐他改名 拱臣 很好 这状元 官家不用艳书选上来的 自己钦点了一个 年轻的状元 真的是好极了 来 快走快走 来 快走 来 快走快走 薛福请星科状元王贡臣 过付一序 薛福请星科状元王贡臣 过付一序 状元 王贡臣 来 来 来 看看啊 对不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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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呀 来 来 你去找吗 你去找吗 我 mentorship吗 你去找我的鸡 我去找吗 我去找我的鸡 来 来 我们去找你的鸡 我也去找我的鸡 去找你的鸡 谢谢 来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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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早点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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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儿 这儿 您高中了 我们小地儿就跟着干关 新科重也在我们店里中国 这是天大把气 起来小心 走好 来 这儿 这儿 用喝 这儿 真是 太恐慌了 来 档节了吗 节好了 节好了 周周 回来了 干嘛去了你 弄成这样 歇魁 歇相拱相邀 盛情难缺呀 他还要你娶他女儿是吧 给 布置这个 钟叔 他让我来打听 问你有没有娶妻 他极喜欢你的事 谢谢学相伯妈 但是可惜呀 府来京城 已经向母亲修书 求娶须艳虚学士家的女儿 虚学士也答应了 可惜呀 可惜呀 天生四年 我落榜了 虚学士不仅没看清我 他邀我同游 探讨诗文 结为至今 我相信这回 他答应 把女儿许配给我 你 是为了把女儿许配给小友 欧阳修 而不是图着我欧阳修 而不是图着我欧阳修 连中三远 是绑下卓序的热闹 我就不错了 是为了把女儿许配给小友 我来 我来 是为了 我来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 是为了 请 清如和玉虎怎么没来 清如上次说要我教他酿酒的 爹爹啊 请星科撞远王拱臣 上门谈诗论词 其实啊 是给三姐姐相女婿 姐姐 姐姐当然要留下看看了 这五妹妹从来都是姐姐的小跟班 也要留下 这王拱臣今年才十九 据说是国朝最年轻的状元郎 也不知道究竟长什么样 你就别惦记了 肯定没酥子没好看 你跟他逼什么呀 人家是状元郎 他 他考的时候 没准他提不上榜 没关系啊 他若考不上 你可以让杜伯伯把那些状元郎 抓回来给你 去你的 谁稀罕 你就是稀罕苏自美 他中 你就嫁给他 他没中呢 你就陪着他 你 尖牙俐齿的 我看以后你的夫君有多彩 我未来的夫君一心修仙 肯定心尽空鸣 我是柔生细语 还是尖牙俐齿的 对他来说都是浮云 这门亲事是你爷爷当年订的 当时你还没出生呢 既然对方一心修仙 你天娘就不能退了这门亲吗 以丹淑的家世容貌才情 这嫁给谁都是他的福气 这个李治既一心修仙 为何还要娶妻 他是不想娶 但是他的父母 确定要逼着他娶 罢了 修道之人 想来至少不会粗野暴躁 不过是不理我罢了 也挺好 反正横竖 我也不可能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不可能嫁给喜欢的人 你难道有喜欢的人了 不会吧 咱俩从小一起长大 不觉得你开上了谁啊 你若喜欢谁 不如去跟大人说 也许就跟你退了这门亲 没有喜欢的人 哪有喜欢的人哪 若有 男人也在天上 我要够我也够不着 回家 吞江出席东方 赵无见兮扶桑 快快 廖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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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驾 快 通知中都市 我要求见太后 走 走 太后 李树荣素有兄弟之急 臣一直按常调理 此次病发急重 突然昏厥 臣和王太医 也尝试了种种方法 未能使顺容醒来 现在只能靠着一颗千年老身 吊着最后这口气 臣无能 请太后责罚 让学士院今日便拟照 顺容李氏 谨畏臣妃 手中 在 现在去福宁殿 跟官家说 这 先帝顺容李氏病危 你是要时枉效 怕是不好 好 我与他多年的情分 此刻心乱如麻 元旦大朝会 万国来拜 万不能失了疑 今日 请官家独自去大朝会 吴便不去了 这 这 臣就 这么起走官家 你觉得 我说得哪里不妥 怎会不妥 臣这就去福宁殿 一字不差地 并搞官家 adap音 管家 仁都知有钥匙求见 管家 大奶奶有什么吩咐吗 那 那太后 娘娘说 今日的元 元旦大朝会 他就不去了 出了什么事 顺荣 李氏并威 和儿 你做什么 我去陪陪六哥 陪陪他吧 他需要人陪陪他 只不过 今日你陪了他一时 以后打算陪他一世了吗 原诞大朝会 王国来拜 万不能失了义 原诞大朝会 王国来拜 万不能失了义 朴老公 官家 再 An Bar so 给朕上官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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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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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地举第二绝 奏甘露之群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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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家不让过去 陈远远等着 瞧着两盏茶的时候都过了 官家都一动不动 陈实在是担心 大着胆子上了廊桥 才再往前走了两步 官家便立声喝止 陈想解释一句 官家便顺手抓起 旁边插腊梅的瓷瓶砸了过来 说谁再赶上廊桥一步 便立即丢到湖里 官家这么多年 下人犯了什么错误都没苛责过 沉静气得官家 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就是丢到冰湖里 喂鱼也是应该的 只是担心 害怕 大娘娘 我去看看六哥 早上问你的 如今想好了 大娘娘 水仙那边冷 六哥从小身子弱 他在那儿待了一个时辰 会生病的 这是李顺荣 禁卫陈妃的志书 成林起草 吕遗简验书 先后修改润色 五又增了几个字 如今可以定稿了 立即送去备案 连夜送至永定陵 顺荣李氏 顺荣李氏 早逝先帝 早逝先帝 何惠激中 柔家成德 应降诞之福 受千冲之德 幸居何礼 言动有常 大娘娘 星河求去 给六哥送付雕求去 下人不敢为止 星河不怕被丢到 湖里为雨去 那个水仙呀 官家很小的时候 去过一次 大忠降服八年的除夕 先帝 先帝突然起了兴致 要带六哥去水泄看烟花 当时同去的 就有李氏和他所生的小公主 那天是官家这辈子 和他离得最近 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 看着烟花 小公主饿了 他就拿出自己做的点心 给公主吃 公主吃得高兴 官家看得眼馋 但是他从小就懂规矩 并不要 李氏他 星居何礼 言动有常 王 先帝和我 不命他给 他不敢把他自己做的点心 主动送给大宋的黄楚吃 大娘娘 赫尔想好了 赫尔愿意陪留哥一辈子 做这宫中 许多无趣女子中的一个 不许过来 六哥 六哥 我们回家吧 你不想和尔像宫中许许多多的女子一样 在这座城中困一生我明白你 但是 他已经自己困住了自己 一到一旨 送不走他了 他病危 我不能去看他 不能叫他一生母亲 这些年我暗自对自己说 不要急 要等 慢慢来 总有我能做主的一天 我会接他回来 他该拥有而被剥夺的一切 我都会给他 不惨我从前欠他的孝顺 但是 今年这样的机会也不给我 还没 Ū 到这层的时候 交一天 可稳不ots 我们选人心 又是天和其他人 没事 如果像庵姆 赶着就能够 看我 父皇让我做了一首诗 皇叔和小娘娘说极好 大娘娘说勉强压在了孕上 记忆中并没有它 后来我去睡心 希望能想起蓝先生 这也还是不行 我再去添个火盘 不 不要走 醒了 勇哥你还冷吗 不冷了 疼吗 何儿对不起 无闻 勇哥 我以后就是你的娘子了 我知道自己能耐有些 但是我只要陪着你 什么都不正 你是我的亲人 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人 你未来的富家来人说 孤叶犯了疹子不能吹风 所以明日婚礼轻盈 将由他弟弟来代替 引你回府 我这就找你爹说去 既然孤叶身体不适 不如改期 母亲不必改期 我会如约完成婚礼啊 普莱轻盈 我看什么疹子那是假 真心不想澄清 整天心里 便是想着陈仙才是真 逼得他来亲盈 他便能好好与我做夫妻 举案其媒 生儿育女 那亲家既希望这专婚事 能让他从修仙之事上收心 好好读书走正途 那好歹要破他婚礼尊手礼呀 这连亲盈都找人代替 算做什么 我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使得曹家失信 更不会让自己失疑 当年若没有李老将军舍身忘死 冲入重围 爷爷很可能便兵败身死名裂 何有曹家如今的险刻 仁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你 你甘知夫婿修仙时 你不是常常摸年轻 替你退了期 许氏爹送我去书院读了几年书 我总是学到了一些道理吧 燕先生 范先生 平日与学生主察论道 最常说的便是 人生在天地之间的担当 随着 夫婷 总是 你不得了 生日子 生日子 你不得了 现在 读生日子 每小孩 不得了 不得了 我 任督之 太后可在殿内 官家裴太后说话呢 臣妃哄了葬礼是如何安排的 不过先帝已嫔妃 余相公可以特地过问 先帝已嫔妃 如今是先帝已嫔妃 再过十年数十年 任督之确定 那只是先帝已嫔妃 太后有诏 臣妃从西华门出丧不祥 将有灾祸 遭远而出可以 遭远而出 遭远非礼呀 臣妃请可草草下葬 于相公 尚未通报 而且官家还在殿内 不必通报了 少时片刻 臣妃若是真的遭远出丧 你我若干年以后 便同刘氏后人一起 草携果实 荒野未了 昨日禁卫陈妃的质疏 害使道达 宣了不到两个时辰 李氏就轰了 平章市 招文馆大学士吕依简 在殿外求见太后 让她进来 臣吕依简拜见太后 拜见陛下 你会儿 官家在这里 陪着吴 枕了脉 吃过了药 有大半个时辰了 莫为了吴 耽搁了大事 那太后好生僵养着 儿子 去重政殿听学士讲经 太后 太后 坦夫一日间 上了三道闸子要见舞 有什么要事吗 臣听闻有公平过世 有诏 欲凿功成员 你不认识 宰相竟也干预后宫时 难道太后 真的不替刘氏一族的 未来打算了吗 ้ er ゴ det 您 SPOT 你们放开我 不去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坐开 喝 放开 放开 很誓 放开 你是我的夫君 我不是 我不是 我不需要女人 也不需要成亲 你不想让我做你的妻子 不想 不想 可以 就可以 我不是 自己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你 你 也就是 君子无暇 岂我嫌疑怒骂 四方城里 十里灼灼桃桃花 春风如梦覆开记得下 共城为恶珠门记 过境繁华 同营一场苏黎花 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花 半生树林 你已是痴迹 与你相守出门离 春花旧事都来就去 与你相伴固成冰 来生不作龙冲阳 繁飞绿流体红花 放歌许从酒 十字之首同归家 来生可作双飞燕 陷你呼出雨一霞 风光烟 伤伤起 梦醒尽品秀落满 附生长恨恨 还生可作双飞燕 爱生可作双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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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你呼出雨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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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光烟生生生气 梦醒尽品秀落满 附生 Auft ung 伏声唱恨 唤映心 尽品秀落满 衩手 Canadians 宋品有道律 用道律下去 艺人妇 艺人妾 云